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杨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无论男女,一般过了三十岁以后 肾气都开始走下坡路 过了四十岁会明显感觉体力、精力等等 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大不如前 而到了五十岁,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出现了 比如说掉头发 头发变白、耳聋、耳鸣 还有乏力、失眠、腰细酸软、腰腿痛 都属于这种 包括各种各样的升值的、性功能的衰退 都和这个相关 除此之外,中医还将肾为先天之本 肾气不足 身体中的气血、器官也会受到影响 各种心脑血管的重大疾病 内分泌疾病 甚至肿瘤都会来凑热闹 一个动作来恢复 很多外国人都在练 效果太神奇 贴墙弓 也叫做蹲墙 蹲墙弓 原来是内加拳 用来松腰的密法 后来由养生学者庞明先生传出 蹲墙是一个动作简单 而又效果显著的方法 经过练习者亲身的体验 贴墙弓主要有以下几大功效 首先它有助于松腰 因此可以作为内加拳的基本功 可以强肾 是一种健身养生的良法 能够强化人体混元气的升降开合 是纠正体内气机偏差的有效方法 用于现代人腐按手机电脑一足 颈椎腰椎疾病 有助于补充男性阳气 辅助治疗龙鳞 也就是中医病征的名 西医中的前列腺疾病 女性白带增多 月经不调 痛经等病症 可以得到很好的调理 肾虚 体弱 失眠 多梦 还能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中风 半身不随 除此之外 对于预防感冒 肠胃系统疾病 提高眼镜视力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减肥等 效果也是不容忽视的 动作要领 一 人面对一堵墙 或者一扇门站立 鼻尖触墙 脚尖也触墙 二 鼻尖贴墙 慢慢下蹲 直到双腿彻底弯曲 完全下蹲 双腿 三 鼻尖 依旧贴墙 身体 缓慢起立 直到 完全直立 四 重复 第一次下蹲的动作 注意事项 此法 看似简单 但刚开始 是有难度的 主要是 肾气不足之人 无力蹲稳 起立 乏力 重心容易向后倾斜倒地 所以刚开始练时 必须将脚尖 稍稍后移 具体尺度 自己把握 保持重心稳定即可 然后缓慢下蹲 起立 做工时 一定要专注于 脊柱的直立 和身体平衡 否则 一不留神 就会向后倒 下蹲 起立的次数 由自己把握 多少不限 但每次起码 应有九次以上 然后以九 为单位 逐渐加大到 十八次 八十一次 等等 那么 为什么贴墙弓 有如此功效呢 因为 这种功法 可以锻炼到 神经中枢 可打通 忍督二脉 过去有人 把这个功法 称为 反续运动 像平常的 跑步 慢走 做操 这都属于 正常的运动 像往后倒着走 这就叫 反续运动 练什么 都不如 练神经中枢 也就是 这个脊椎 任督二脉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太难练了 我们平时 做正常的运动 比如 慢走 做操 跑步的时候 这个脊椎 都是直的 练不到 这里 这种 蹲墙弓 其实主要 就是打通 神经系统 打通 任督二脉的 打通 督脉 和 命门穴 命门穴 就在 人体的后背 跟肚脐子的 相对应 就是在 腰眼那块 中医里 后背为阳 为督脉 所以 又称之为 阳气之海 阳气 决定长生 阳气旺盛 百病不侵 打通命门 就是调阳气 就像 肾 那块 就像一团火 肾 主随 随主脑 脑 主 元神 脑是高级的 神经中枢 督脉通畅 充实 就 百病不得 打通 任督二脉的 关键 就是 对这个 命门穴 这块 经常锻炼 蹲墙的时候 腰弯 幅度要大 这个幅度 最好 能达到 两个手 握着拳头 能够 着地 蹲下去 但是 这个幅度 就非常大了 一开始 你够不到 不要紧 慢慢锻炼 循序渐进 而像 其他的功法 锻炼的 都是四肢 就远不如 锻炼 神经中枢 因为脊椎 每个节中间 都是大穴 这个旁开 一点五寸 二点五寸的地方 也都是大穴 五脏六腑 有病 都和这些个大穴 相通 相联系 只要有病 这些个穴位 就开始长节节 就堵住了 那么我们通过 练习这种养生功 一蹲 一起 往前功 往后功 就把这个节节 就打开了 节节一开 这就通了 通者不痛 病就好了 贴墙弓 看上去很简单 其实 却最难做 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就能说明 你的身体健康 是什么程度 撞墙弓 全身气血成通 背靠墙站立 两腿与肩平宽 后脚跟离墙 二十到五十厘米 根据自身的承受力而定 但要注意 循序渐进 刚开始锻炼者 离墙近一点 以撞墙时 无不适感为意 以后可逐渐增大距离 双手交叉抱胸 后背挺直 两眼目视前方 欲撞墙时 深呼吸 撞到墙后 发出一声 低沉的 喝 声音同时呼出 要领标准是 屁股与背 同时撞到墙面 只发出一声响动 如果屁股先碰到墙 背后处墙 则会有两声响 这是不正确的 必须整个后背 平整地 同时撞到墙面 并发出一声 撞墙时 双手交叉 抱胸 深呼吸 憋住气 待撞到墙的那一刹那 随着发出的喝声 而吐出 记住 这一声 低沉的喝声 不是从喉咙 刻意去发出的 而是撞到墙后 由于气球 突然被针 刺破一样 因为力量 而将气 撞出 所自然发出的 重复 撞墙动作 刚开始 每天锻炼 几分钟即可 逐渐根据承受力 适当增加时间 由于我们的后背中间线 就是督脉的位置 督脉 主阳 通脑 即整个背部 偶有很多血脉 经常撞墙 可很好的养生 达到长寿 锻炼督脉 对脑部 血管疾病 颈椎 腰椎等 都有很好的防治疗效 一条督脉上 包含着很多穴位 可谓是 一脉治百病 包括我们的 五脏六腑 在撞墙震动中 都会得到锻炼 可预防 什么 结石 脏器等疾病 同时 有助于消化 改善大脑整体 血液循环等作用 个别长寿者案例中 就有不少 坚持了几十年 撞墙 养生法的锻炼 锻炼完后 我们会瞬间感觉 头脑清晰 思维敏捷 神清气爽 这就是大脑和五脏六腑 得到锻炼的反应 过程中 我们会出现 打嗝 放屁 等一些现象 都是属于正常的 这是通过锻炼 这是通过锻炼 将肺腑 及整个身体内部的 混浊垃圾 往外排的现象 注意事项 循序渐进 背部平整撞击 力量 以不出现 不适应感为一 脚跟到墙的距离 和撞墙轻重 时间长短 可逐渐增加 墙面 要选择房屋 结构的承重墙 注意 不要影响邻居 练习靠墙功 全身 气血通畅 而且每天 只要锻炼 几分钟就可以 坚持一个月的话 你就会发现 身体 会发生 神奇的变化 比如说 通过锻炼 督脉 对脑部血管疾病 颈椎 腰椎等 都有很好的 防治疗效 另外 平时经常练 靠墙功的话 你的头脑 会越来越清晰 变得神经气爽 阳气 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 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 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 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